张丽昂演出宅男获好评!抓屁勾也超帅! 张丽昂演出宅男!图3D提供,20101804.18。 三明治女孩的逆袭上周首播,网友对于男女主角张丽昂与叶星辰的有趣互动,讨论得相当热烈。 其中张丽昂在剧中深监居家宅男与企业医生的形象,许多粉丝更赞他的迷人程度, 超越帅气造型的他。 张丽昂此次演出宅男,笑说其实不算突破,因为他在做音乐时,每天足不出户,甚至长达一个月不出门,张丽昂笑说,每天沉迷在做音乐的氛围里,根本忘了时间。 谈及在剧中还有抓屁屁动作,张丽昂表示,抓屁屁是导演给的指令,其他生活方面如占助尿尿,则是我的构思。 他说导演好心想狠狠,规定他抓屁屁,还要抓到屁股沟地方才行。 张丽昂演出宅男,图三地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八。 问及抓屁屁,会不会觉得形象了?张丽昂笑说,哪里会啊,这种表演很自然呀。反倒说对于丑表情比较在意。 提及直播正流行,会不会想直播给粉丝看?张丽昂则说,是在挑战我底线吗?我猜想那是会想看我生活邋遢的一面吧。 如果真有这样一天,进厕所就要止步了。 张丽昂演出宅男,图三地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八。